你试不回报这些麻烦 你打黑拳就不是提麻烦了 队长 我错了 这件事 先说到这儿 你呢 能够承认错误 这说明你成熟了 你回到家 我希望利用这一段时间 你好好的反省 把头绪里清楚 再回到九中队 我希望看到一个崭新的涛涛 是九中队的白头兵 而不是来拖后腿的 是 队长 到文叔那儿 把那个捐款拿走 这钱我不能拿 他们也不富裕 我知道钱不多 但是每一分钱啊 都是大家伙的心意 全在这儿呢 是 是 涛涛 回家给叔叔带个好 告诉他放心 在部队由我照顾你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我是说 叔叔太好 哥 我拿行李 走了 走了 涛涛 这是我一点心意 给叔叔买点营养品 好 谢谢 走吧 有时间回去我也看看你吧 好 走了 到家了给连队打个电话啊 小飞 你怎么才来啊 我去了趟火车站 顺便把票给买吧 要去很多天吗 算上路程我有一周时间 我想多陪陪我爸 你爸又住院了 还有些别的事情要注意 小飞 你爸平时对你好吗 你爸平时对你好吗 当然了 我爸那天还说 要给我买架三角钢琴呢 挺贵的 要六万块钱 你爸有那么多钱买钢琴吗 他就是说着吧 不过这样我已经很高兴了 走 搞落灯了 你先让我看 那我剑长iş 饿火 我 没得三十八分你知道吗 我现在手背长呀 你看东东都生了你知道吗 没问题 写骂作业 我都服了你了 我去 要去 走 我手机 走 走 我们是警察 什么警察 走 我走一走 走人了 我怎么了 走 不如我怎么了 走 你们就走人了吧你们 说 手机是你的吗 手机我都跟您说了 手机是我捡的 在哪儿捡的 就在人民医院后门 你们家得住那儿 九月十三号你在哪儿 九月十三号 九月十三号我倒需要上课呀 我们一天的课 老师的东西都能给我随着 我可以用我的手机 今次在课行中 你这样的课程 你这样的课程 我明天遇到你了 你那次不课程 我可以用你了 所以你这样的课程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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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我是亮亮 不是 头是跑回来的吗 看您说的 怎么可能啊 我是跟部队领导请的假 爸 特意回来看您 告诉先生 出院的事别跟哥说 爸 我连大学都没念了 他们就一小兵嘛 话不能这么说 你哥是部队上的事 又不得他自己 爸 你们先回去吧 今天晚上我看着 那行 我只好两天没喝烟了 去吧 爸 我先走了 部队 好啊 爸 爸 我们在部队可好了 您知道 我现在已经跳到九中队了 九中队是亚运部队 我们部队的装备衣服 还有车辆都是最好的 好 夏总 三张照片 拍的都是金库嘛 上次也是这个叫肥三的吗 对 不过我觉得他在胡说八道 他在胡说八道 开始说他是摄影爱好者 我一下唬我 他又说手头紧缺钱还 可我办公室的钱一分没动 我手下说他进了屋直奔望远镜 不像偷东西的 有点意思啊 夏总 不会是公安局 给咱们布控的眼线 探咱们底来了吧 他不可能是橘子里的人 我看他是对武警金库感兴趣 他对金库感兴趣 可能吗 他背后一定还有别人 这个肥三不过是扯其放哨的 一个小角色 交换局吧 那倒是能赚个好名声 不过 有点大财小用 他们打金库的主意 那不送死吗 他可以把水搅混呢 留着他对我们没有害处 这样吧 你发他点钱把他放了 让他觉得 我们只是把他 当成一个一般的贼 别让他觉得 我们发现了他什么 您的意思先稳住他 派人跟着他 查清他背后 都有些什么人 他们到底都想干些什么 明白了行吗 你不姓肥你姓肺啊 浪肺的肺 是吧 打小就偷鸡摸狗 到现在这毛病都没改呢 本打算把你送到拍所吧 看你干得还不错 行了 就放你一码吧 我是小人 我知道 但你也应该清楚 小人是不能轻易得罪的 你敢跟我这么说话 你再说一句试试 是 大人不计小人过 到财务上 把这一月工资接一下 拿钱滚蛋 你这就把我开了是吧 你觉得呢 你就不怕我 告你非法抵押 你值多少钱啊还抵押 非法拘禁 别把事闹大啊 弄大对谁都不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说大老板 我这 啥都不是 你敞了一点 过点精神损失费 不就完了吗 行 通资财务上 多给他一毛钱 凑个掌不行 这有钱的都够 好 请进 来了 我想问一下 我爸现在这个病是什么情况 你爸现在这个病呢 比较严重 必须靠透析来维持 现在只有找到匹配的肾 然后做肾移植就可以了 这个是上次的药费单 你看一下 我记得我弟弟前两天交了一笔钱 那个是住院费 现在这个呢是药费单 咱们这里呢 药费是三天一清的 三天就两千五 这个都是进口药 当然了也可以用廉价的 但是效果会不太好 是你弟弟坚持要用进口药的 好 谢谢 没事 回来了 好 还没吃早饭吧 等会儿啊 不饿了 周日 每次都找这么多钱吗 三两天一个担子 就是狼子后面追似的 那个 我战友捐了两千多块钱 你拿着先用 我这点钱有什么用啊 什么意思 那人家战友一个月才多少钱今天啊 你跟我来 你自己看吧 画的每一笔开销我都有记录 我真怕吓着你 喂 这银行这十万块钱是怎么回事 哦 上次坐着竖线的 不给钱人家一元非不让出院 把我逼急了 我就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带了十万 那这房子还是咱家的吗 代款我已经还了 老爸有多少存款啊 老爸就给我一个折子 一共是四千七 这是总数 二十七万 还不准这个数呢 有个小账我都没记 哪来这么多钱 你这没什么意思啊 我是你哥我哪有什么意思 你欠债我不得跟你一起还啊 就你那点钱算了吧 我现在是钱不多 将来复原了我能去挣钱 一年还不起我两年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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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句话我就很感动了 吃吧 小蕊 你到底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啊 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担心这钱不干净 你可真是人命的好警察 回来还不到三年就开始审问我了 你有这个资格吗 我问问你怎么了 前人我偷偷抢的怎么了 你跟钱倒是干净 靠你老爸早就没命了 你一起开警察 你到武警里关上你的去啊 我再难我又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了 我告诉你 你以后少用这种审问的口气 你跟我说话 我给我吃 这两天一半你别去了 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你回来一共才多少点啊 我还没睡醒呢 你就又走了 没事吧 他给我来电话 要求延长假期 看来他爸病得还挺严重的 不应该啊 他告诉我只是个慢性病 他这孩子你还不知道啊 他只报喜不报忧的 可能他没告诉我真实情况吧 看来我有必要去他家一趟 有必要 不管好事犯事 出了事就得解决一个 哥 你翻什么呢 我 看照片的 我怎么不记得这张照片 我从老照片里翻出来了 这妈还有印象吗 有 有点模糊 不过看照片能想起来 小的时候 妈喜欢我 爸喜欢你 我老欺负你 然后爸就打我 要不是有爸管你 你还指不定成什么样呢 是啊 你说小的时候这条街上的孩子 哪个没跟我打过架 你看完日记了 这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你竟然有偷窥的习惯呢 我就是想闹清楚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气呢 我就是想闹清楚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气呢 这跟你来说很重要吗 很重要 我抢了 你信吗 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了 我回来那天 还那家医院给抢了 就是小方感对面那家医院 你可能没看报纸吧 你这次回来 也没戴手铐啊 跑跑铐到了 你能立即摁拱了 不可能 结案是四点钟发生 那个时候你应该在回家的路上 因为一天只有两班车 上午一班 还有一班在下午两点出发 怎么 你已经分析过了 你真的怀疑是我 小瑞 警察说是高科技做案 那就是我吗 行 那你保护靠了 那你拿去立功啊你 我看你是这两天吃饱了 你有力气跟我吵架是吧 我小指望你 我恐怕连站的力气都没有 我就是不明白 这是很大一笔钱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呢 你那个软件就这么值钱 小瑞 你变了 哥 你这次回来 是想照顾老爸呢 还是想调查我 行 就算这是赃款 查出来会是怎么样 赃款会没收 老爸当然就会停叫 你是不是看见老爸想要对我 我 你是来报复的吧 你是大学生 你逻辑思维好 你怎么这么能跟我宁呢 我说的不对吗 对 你说的都对 我去医院 那个饭我做好了 都在锅里你吃的时候 小心点我下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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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我不饿 没放毒 钱我是找我女朋友借的 她爸做了十四年生意 拿出二三十来万不是问题 钱我是找我女朋友借的 真的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就是看不惯你这福尔摩斯的嘴里 妈醒了 爸 哥 童瑞呢 回家了 你去家找他吧 那我先走了 黑孩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怎么了哥 来 坐 我就是想问问 小瑞跟你借过钱是吧 是啊 借很多吗 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你们家就随便借给他 我爸呀特疼我 我在他那儿说一不二 你又不打个借条 打了 打给我爸的 你不说我都忘了 打的借条还在这儿呢 我忘了给他了 你爸 那你们家可真够有钱呢 我跟你说这事就别告诉小瑞了 好 那我先回去了 你去家找他吧 好 好 哥 那不说话呢 这一大早上都给我叫来干嘛 来这儿锻炼身体啊 你说我叫你干嘛 有件事儿本来想着不跟你说了 说吧 让叶巴黎逮了个正着 昨天才放出来 是吧 这事我谁没跟说你怎么知道了 叶巴黎有你徐哥的人 不然人家也不会受你当报案 徐哥是谁就是谁 他们都问你什么了 不行不行爸 我我我去 你磨叽什么 我都跟这儿说好了 等你呢在哪儿 你看我到银行讲座 这不是笑话吗 进行传统教育 这是你分内的事啊 我有那么老吗 再说了一下指导员不在家 接电话什么的都得我在呀 不行 这件事 队里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放心去吧 听见没有 你这么说都商量好了 行行行 去去去 去 我敢端定 他们动了你的相机 而且还知道你赵子是什么 他们只是相信我是个想偷而已 只是没有偷偷想偷的东西 要是坏了我的大胜 其实人家早就定住你 哥 不管怎么说 我肥三是为你卖命吧 对不对 跟着你我除了担惊受怕 你说我得到什么了 我不客气说了哥 你到我肥三那一亩三分地儿 打听打听 我活得很滋润 你现在要不喜欢我 你可以跟我说一声 我现在就可以走 费心当中 你别多想 我没别位意思啊 坐下 坐下 你现在 你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你现在只有三条路可以走 第一 跟着你去和我干的 要不坐牢挨枪走 要不就弄个千万富翁的 第二呢 就是到了街口哑上 你黑了你去 自己吃毒水 我谅你还没这个胆子 第三条就是 咱们现在就分手 你为了洗清自己 你可以到公安局去举报我 要是那样的话 那你可就傻到家了 你是了解你徐哥的脾气的 我就是坐了牢 也会死死地咬着你的 这样下去的话 她的病情肯定会越来越严重 你劝了呀 小瑞哥 爸怎么了 今天早上我来 老板问我看病花了多少钱 我还没敢多说呢 我骗他说一天花七八十块钱 他就再也不吃饭了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劝劝他 让他多吃饭 不然的话 他的病情肯定会越来越严重 这怎么办啊这 走 爸 您能不能听我说一句 我不听 我不听 爸 你们俩的消息 我离婚 我呢 早晚是不是死了 早死了 早亲戚了 我一条烂命 你啊 多活一天 就得多花七八十块钱 不值啊 你爸 日在作孽 我想好了 您事业保持 爸 您这是何苦呢 医生说您不吃饭 对您的病没好处 您这样 您走了您让我们怎么办啊 早睡 爸 哥 爸 您听我说一句行吗 您说您要这样下去 我会不对怎么安心服役啊 我记得妈走的时候 您跟我们说过一句话 您说您什么都不怕 就算是天塌下来 您都不会害怕 因为 因为您有两个儿子 您有两个儿子 您说您这是为什么呀 爸 晓睿 快给爸跪下 哥 快点 快跪下 爸 您要这样您说 您说您让我们两个怎么办啊 我这是恨苦 亲 亲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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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吃啊 您吃 您吃 小梁 小梁 你先放下 我有话干净什么 爸您您先吃了再说吧 我听您说 老天牛 跟我两个好儿子 我就是现在闭啥眼 我也吃足了 现在 我唯一放行不下的 就是小瑞 他为了哥哥喊面 你弟弟他休学一年 我怎么想 对他心里有愧 欠了他 爸 您别这样说 我还可以继续念呢 那 就得看您 当大哥的 老话说得好 有富从富 无富从胸 我要是一顿腿 这个家 就得拟搭主意 小瑞 他不像你 从小儿他就爱读书 一定要帮他 把大学读完 不管遇到多难 你都要尽到做歌的责任 他要是有个闪失 就是你这个 没当好 爸 爸 爸您放心 我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 你从小就打打杀手 闯了多少祸 我怕你学坏了 把你送到固堂了 我的儿子 我知 是怕社会上的坏人 把你给带坏了 爸 有部队看着我呢 明年 明年儿子给您立个工 明年 爸看不见了 爸 我是有今天 没有明天 老爸 老爸 我也拉扯我们俩一天不得没想着 做手术那天我帮他换衣服 我看他这一袖口都烂了 带坏了 袜子都顶着个窟窿 哥 你去帮爸买一件衣服吧 他总念到说一辈子都没穿过好衣服 跟他买最好的让他高兴高兴 我有钱 别装了 他还是我的提款机你比不了 你买不是更合适啊 我已经买很多了 你当大哥的 你也应该买一件 我去看见了 你们银行的赵科长啊 说让我今天来讲上一课 我是一再推辞 为什么呢 主要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呀 换句话说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给大家上课 就像也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被尊称为老师 但是呢 你们的卢主任是一再地坚持啊 我只能是恭敬不出聪明了 所以呢 今天的谈话内容 就全当是跟大家交流了 我听说呀 今天在座的 几乎都是大学生 你们知道吗 外面的人习惯把你们称之为 白领阶层啊 白领意味着什么呢 知识 高薪 以及小资情调 高品味的生活呀 实事求是的讲 一看到你们我就会想到 Starbark 辛巴克咖啡 Omega金表 以及路易为登的休闲包 万宝露的金笔 我的意思是说呀 你们和我们 是分属于两个人群 我们很羡慕你们啊 但是呢 我们也不自卑 就拿我这个级别的情况来说呀 我每个月的工资 也就是三千块钱左右 按照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平 我就是省吃减用熬上十年 我也买不起一部像样的车子 房子 离我们就更远了 但是呢 我们付出的是什么呢 我想为大家呀 提供一组数字 建国以来 我们中队的押运行程 一共是二十八万公里 牺牲三十六位战友 还不算上餐的 毫无疑问哪 这是一个具有高风险的职业 可是给予我们的回报呢 确实很低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 这确实不符合投资原则 可是账呢 不能这么算吧 因为全世界的优秀军人 共行一个标准 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 你必须要豁出去 谢谢 一是来看您 二是来感谢您 感谢您为部队培养 这么好一个孩子 桃桃现在在部队 各方面表现得特别好 队里正在考虑提拔她呢 您老啊就安心养病 您只要把身体养好了 就是对她最大的支持 她在部队就安心了 指导人 您怎么来了 好 我就不能来看看 好 我就不能来看看 亮亮 治疗员来了 您又跟她回去吧 老文家 我不是来接涛涛走的 我是来看您的 她在部队还听话吗 你把她交给我 我好好带着她 她要是在部队敢不听话 我替您打她屁股 亮亮 倒气 就回去吧 我这儿您也甭垫着 我一直办会儿也没事了 我现在的工作 我还要是在部队上 还要是在部队上 我一直都要是在部队上 需要她 她不在 不太好啊 爸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表现的 您老就放心 我相信陶陶 她肯定能说到做到 好 我还想跟大家说呀 我们的生活呢 并不像有些记者想象的那样 每天波澜壮阔 充满着戏剧性 不是的 我们年复一年的守着金库 年复一年的执行着押育人物 多数的日子 我们过得很平庸 很寂寞 但这是表面的 我们的内心哪 内心的紧张没有人知道 这么说吧 罪犯就像我们自己的影子一样 我们永远无法摆脱掉 我们熟悉的是这样一些词汇 卑鄙邪恶 阴谋陷阱等等等等 我知道有个 美国版的电子游戏叫 金箍大盗 讲的是守卫者和一群强盗熬炸的故事 剑招招招打的是天魂地案 但是呢 游戏呀 它总有玩完的时候啊 而我们是金库大盗的现实生活伴 永远处在进行尺 我们每天乃至每一刻都要时刻准备着 和不法分子遭遇 这就让我们的生活呀 充满着悬疑和悬念 而正是这个充满着悬疑和悬念的职业 符合我的性格 这也正是我敬业的原因之一 这是一个强者的游戏 直到现在 我还没有玩过 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我也很想把这句话呢 作为今天的结束语 那就是不要总想着 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你应该想一想 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谢谢 谢谢 指导员 跟我来吧 不用 记住了啊 以后每次洗完都用开水烫一烫消毒 那个 指导员 别跟我说谢谢啊 我告诉你 这老人啊 有时候跟孩子一样 你得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需要的时候得哄一哄他 你看 刚才我跟他说完 你在部队上表现很好 准备提拔你 他心情马上就好了 估计啊 不会再绝食了 要不您去我家坐坐 不了 下午去趟郭铁家 看看他父母 对了 队里同意你延长假期 你就安心地照顾好你爸 有什么困难给队里来电话 知道人 行了 行了 走吧 不用送了 管路吧 本来今天啊 我是想请你吃顿饭的 可 有事确实脱不开身 所以我把晓曼叫来了 让他带我陪陪你 你们俩好好聊聊 晓迪啊 晓曼啊 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你别看他任性 但他对感情十分执着啊 我这个当长辈的 总不想看着他受伤害 你们俩的冷战呢 应该结束了 你忙吧 后会有期 好 好 慢走 晓曼 好好陪陪上我第一啊 回去吧 好 好 我们吃饭去吧 吃饭去免了吧 不用那么和气 这样吧 我送你回家吧 是回急救中心还是 不用了 有时间也去我们那儿讲诊课吧 你们他说是专业经营 谁愿意听我一个当兵的在那儿吓唠叨 再说了现在 队里头就剩我一个人出事了 指导员又不在家 找机会吧 找机会再说 那行吧 再见 少廷 谢谢 请不吝点栏